大家好啊 这个课呢 我们来继续讲解代码 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总遇见一个情况啊 比如说这个报的这个错误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呢 函数使用了堆占的 这好像是太多了是吧 570多万个字节 然后呢超过了 它后面是一段英文啊 其实是堆占的这个数量啊 默认的堆占16384 比如说它分配的堆堆占呢 是一个16384 我们来看一下是多大啊 16384 它这边显示的应该是一个 实境制的16384 那实际情况下呢 16进制的就是4k 对吧 4k 比如说堆占只有4k这么大 但是我们这里面用了 500多万个字节 用了这么大 大家可能说 就这么一个调试输出 怎么用了这么多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这里面是我故意改的 我把这个怪物属性的给改成了什么 0x10000啊 就非常非常大 正常情况下用用不到这么大 那我们这里面给它改的小一点 小一点的话 其实它也会出问题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设置的一个分别的作用 来看一下 好 重新编译了啊 我们现在编译的呢 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100个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方 还是会报错 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还没有刷新 重给的 就是复制一下 等它一下啊 它还是会报错的 我们等一下 100它也是会报错的 我们这时候呢 就来详细的把这个 对战的问题呢 来了解一下 然后看看 怎么去计算自己用了多少对战 以及怎么去这个 避免相关的一个问题啊 咱咱咱还不报错呢 重新编译一下 哎有的时候反应没那么快啊 反应会稍微慢一点 这里面也没有给我们提示警告 对吧 哎 这时候警告出来了 啊 警告出来了 警告出来了 我们去看一眼 这了 呃 这个警告出来了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 还是抄的 他说我们对战用了R25 2万多 实际情况下对战呢 就分配了16384 也就是4k这么大 那么来看看这个 这么简单的代码 怎么就掉了这么多呢 首先呢 其实就是这一 一句指令导致的 像我们这个 比如说 掉了个调子输出啊 一个for循环啊 因为里面 啊 连局部变量都没有 对吧 所以说也没有占用什么 多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对战啊 就是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他占用的 啊 基本上95%以上都是他占用的 怪物 来看一下怪物 我们占了多大的一个对战 首先先看一下怪物的这个结构 这个类啊 这个类里面呢 有0x100这么多的 怪物属性 也就是说主要是他占用的 我们来算一下有多大 啊 其实很好算 这里面呢 一个 一个deward是八字节 对吧 所以我们再算一个两个 常常是个 五个 五个的话就是什么 40 然后呢 岔呢 我们它是一个指针 也是四字节 54 55 55现在 然后 12345678 啊 8 deward的跟这个 辅典都是在四字节 那是8个的话呢 就是584 这几个 12345678 32 对吧 32加上刚才的45 32加45等于 77 然后再加上一个byte 78字节 对吧 78字节 78字节 我们要乘以什么呢 星海灵啊 78 我们用是是死进制的 乘以这个0x100就是256 对吧 所以总共占用的这个内存是 占用的这个对占的 光这一个结构啊 还没有算什么 还没有算里面的这些函数 所占用的 还有这个占用的 实际情况下呢 要 肯定比这个比这个2万大 刚才是19,900 多少啊 光这个结构就已经占了2万 2万多了啊 2万多了 所以说呢 占了2万多 那么我们看本身分配的这个 内存这个对占的就是16384 这么大的对占 而我们光一个 这个光这一个这个结构 就已经2万多了 是吧 他已经肯定是冒了的 那大家可能说那对占冒了 是会产生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编译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游戏里面去调用一下 看看他会产生 怎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 随便洗一个给他浪过来 大家说预期的话是对占 如果一出了的话 我们是应该崩溃的 对吧 你要用到这么大的对占空间 然后你的对占不够呢 肯定是要崩的呀 那来看看他会不会崩呢 sugt 好 来看一下注入戴尔31 然后呢拿过来 点一下怪物 发现没有什么任何的异常 就很正常的注入很正常的输出了 对吧 很正常的注入很正常的输出 说明什么呢 说明没问题 大家说没问题 那我们讨论他干嘛呀 实际情况下并不是说这个对占没溢出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面右键 然后点这个什么 属性 然后到这个链接器的系统这个位置来看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实际情况下呢 就是说 我们没有设置的话 他是有一个默认值的 那在这个地方 堆占保留大小 跟堆占提交大小 我们把鼠标点上来之后呢 他会显示出来 指定物理内存中堆占分配的 合计大小 4k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情况下呢 现在他是用了多少 他是分配了4k这么大的 分配了4k这么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他写的是16384 16384就是4k 但是我们发现了用个这么小的 也不是这个结构 其实也也也不算小了 小也不算大 也不算小也不算大对吧 然后呢 居然就把他这个原有的4k给顶爆了 其实4k不大点的一个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 微乎其微对吧 我们给他分了40k400k也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超了 超了他没有崩 什么原因呢 我来看一下 实际情况下是这个地方 他有个什么 堆占保留大小 堆占保留大小 他说在虚拟内存堆占分配的合理大小 默认是EMB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虽然说提提交是4k币 实际情况下呢 他保留的是什么 一个EMB 如果说你这里面的 这个空间没有超过EMB的话 它是没问题的 他是不会崩的 这是一个最最大的一个值 对吧 你不超过EMB的 其实正常情况下 我们想超过EMB也没那么容易 你就正常去写程序想超EMB 没那么容易 所以说正常你不用去修改 也无所谓 当然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我有个特殊需求 我想把这个东西呢 就这么大 0X1000 这个就很大了 我们来算一下 他有多大 对吧 他有多大 他是多大呢 我们刚才算的值是 19968 对吧 那他在他的基础上 还要乘以256 100变成14个0的话 再乘以156是多少 500多万 500多万 这么大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 把他改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咱们一步步来 改了之后 这个地方会报错 当然现在他还是报之前的一个数值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把这个呢 重新等了一下 他这个东西反应速度没那么快 不是你 他不是实时的 对吧 稍等他几秒几秒钟 他就出来了 就会给我们什么 提示这个 错误 提示这个警告 来看一下他的警告是怎么说的 未找到相关问题 他现在还没有出来警告 马上就要出来了 没有个手动刷新的按钮吗 我看看 没有个手动刷新的按钮吗 兄弟 什么情况 你不报错了 嗯 我们在这里面把列表写成这么大的话 肯定会出问题啊 大概看一下有多大 嗯 大概的话是 510几 我们算一下啊 正好 正好闲 在我们算一下 5111808除以什么 1 配 除以啥玩 5 3个1808 除以1024 再除以1024 这相当于4M 4M对吧 4Mb 那么本身是1Mb 那肯定是会要出问题的呀 啊 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那这个地方怎么没有没有报 我们那就就不管他 我们直接编译去上游戏里试验吧 嗯 直接上游戏实验就不管了啊 啊 总之 来看一下啊 我这时候不管他他马上马上就报了 这么快 来看一眼 这里面显示出了500多万对吧 500多万啊 说明肯定是不行了 然后呢 来看一下 500多万的话 我肯定是抱着这个避崩的信念了 因为他已经超1Mb了 这是相当于4Mb对吧 但是我们正常写代码说 谁也不会写这么大的结果 写1000好不得了 对吧 嗯 写1000还是可能是实进制的 那实进制的为1000跟这个16进制的这个 10000的差了上百倍的啊 我们来注入一下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 我们去点一个人物啊 点个背包都没问题啊 但是我们点个怪物 哎 激激了 他就崩了 崩了他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提示出来啊 实际情况下是因为什么啊 实际情况下就是因为这个 赞一出了啊 这么大个赞啊 4Mb这么大的一个赞 然后呢 我们最大的赞 才是什么 1Mb那肯定是要 出问题的啊 是要出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说怎么去处理啊 我们能不能手动把赞给改呢 其实呢 你如果说是去找一些资料的话呢 肯定会跟你跟你说怎么样 去到这个电接器系统 然后这个地方来改 比如说 这地方改个他我们不是500万吗 改成800万啊 改成为1000万吧 1234 那提交1234对吧 把这个东东西呢 这提提交稍微小一点 不用改那么大 啊 改成6600万也可以 然后确定 但是你改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他错误是不会 消掉了 你看现在是刚改完没有啊 待会还还得出来 他又出来了对吧 比如说什么说明什么 实际情况下没有用 啊 你去 测试一下啊 实际情况下是没有用 我来回崩就没有必要测试 说这个地方 测试没有用 大家可能说他为什么没有没有用啊 啊 除非你是一个exe啊 除非你是一个ese 你写的什么Lab啊 静态库啊 还有这个dl动态库啊 都都没用的 啊都没用的 对吧 你注入到其他游戏的进程里面 是吧 嗯 这个对战的大小不是你来控制的 而且呢 我们所谓所说的什么 对战的大小实际情况下是就现成来控制的 对吧 是由现成来控制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你说在这个地方去设置对战大小 其实是没有没有意义的 没有用的也没有意义的 啊不用去去设置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啊这里面呢就是只是让我们看一下它的默认的大小而已 对吧 所以说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没有用 那大家可能说 那对战怎么办啊 那我这个对战我就是现在就是想要用用这么大啊 你能不能研究一下怎么去用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啊 就是对战呢 它是跟现成相挂钩的啊 哪个 哪个县城去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是这个县城来负责分配对战的大小 啊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是 呃用的这个MFC的这个界面去执行的代码对吧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MFC的这个县城所分配的 那我们的MFC的县城在哪呢 就是我们创建的时候啊 这了嗯 这了 这这是我们创建的现成 那就是由它来分配对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第二个参数看第二个参数 size 那是dw stack stack的意思就是堆战的意思 size啊 堆战的大小 分配的堆战的大小也是第二个 那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写就行了 1024乘以1024 对吧 那1024乘以1024 是就是EMB嘛 啊 如果大家可能说你刚才写的零不是对战分配零吗 对战最小的就是EMB 啊 有时候你不写或者写零 或者写比一小的他都是分配EMB 那这就是EMB 那我们现在说想要打一点 我来个100MB 啊 行不行行 啊 反正也反正 100MB也用不上啊 反正这也是 超大空间了 100MB是什么什么概念啊 哇 想一下把这个给冒了是很难的哈 我还看到一些资料上面写 他们 写去 分配这个战分配一个技术来 没那个必要哈 100MB已经让你这个夸张到很夸张 其实10MB已经非常夸张 啊 那我们写100MB啊 100MB 也也是 足够足够用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分配1万对吧 嗯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调用这个地方的代码是不是好了呢 这个地方没有好啊 没有好的是因为什么呢 他就是反应速度慢啊 哎呀 反应慢 有的时候反应还非常快 有的时候反应还非常慢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刷新一下 来这个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行不行 拎出来啊 这一张咱不管的好不好了吧 无所谓了 然后我们去启动一下 看看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500多万的这个这个这个结构啊 我们的这个结构 其中500多万字节 非常夸张是吧 非常夸张 500多万 大家可能说你怎么怎么能那么多万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0X1万是多大呀 你看一看 0X1万是多大 6万多啊 光他就6万多 你再乘以好几十的结构 那不就几百万了吗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来再注入一下 发现可能就没问题了 不能说可能没问题啊 肯定没问题的 我们给了100MB那么大 对吧 你就算 你就算在网上翻10倍都没问题啊 你这才4MB 再翻10倍才40 也不可能用那么大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 输出出来没有任何问题了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大家对这个地方呢 有一定了解啊 首先几件事啊 就是说尽量不要用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啊 没有必要 所以正常情况下呢 够你用就好了 周围的Graph呢 其实看你情况 这比如说这个游戏 256已经足够了啊 我我基本没有看到 比200多个怪还要多的情况 几乎没有啊 你觉得小的话稍微放大 然后呢 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注意呢 没有了 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代码 是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MFCDIL里面 啊去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创建这个窗口的这个县城里面呢 给他设置一下 100MB啊 当然 看自己需求啊 我认为的话 我认为的话实际就够用了啊 看你们吧 那这里面反正是测试啊 有所谓 写100吧 那就这样 那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呢 有的一些同学呢 就喜欢写 特别大的一个 宿主啊 或者特别大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 崩了 他又不知道原因 在这里面呢 就是 简单的 说一下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